所以吴董 刚刚讲的 现在我才知道说 原来所有的人都懂的 这个所谓的加密货币 我不是问 连小沈都懂 这个小沈都懂的原因 是因为他有定期 跑去这个 现在到菲律宾 去赌两把的习惯 他现在所有全世界的 有几种一定会用 几种行业 一定用到加密货币 第一个就是线上赌场 因为中国大陆要出来 怎么能带钱出来 中国大陆的赌客 是东南亚主要的赌客 东南亚的赌客分成三种 一种台湾人 一种中国大陆的咖 另外一种就是韩国人 这三种咖 那三种咖 现在在菲律宾 有一个很好的赌场 澳门也不行了 中国大陆的人都去里面赌 中国大陆人不能拿纪念 怎么办 他们就把钱先换成 从人民币先换成加密货币 换成优币 就在那边赌 那他们领钱兑现 也都是用泰达币 所以泰达币是在赌场里面 通用的货币 然后在台湾也有交易所 那我判断 沈金金是用泰达币 来给这个 来给柯文哲的可能性 比较大 因为那个是对美金 一比一的 所以没有任何争议 那其他的这个币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币 那泰达币是一个 大家有交易所 但是要实名登记 要实名登记 所以即使查到了沈金金 不等于查到柯文哲搜 这两件事情 所以你还在追踪那个来源 那还要花很多时间 那个东西很复杂 所以我在讲的说 沈金金是很懂这个泰达币的人 他本身会喜欢在这个 而且原来你要赌博 要懂得泰达币 对对对 因为你办了麻烦 以前用汇款对不对 所以没有了 现在就直接在云端 直接给你 直接处理掉了 你到台湾来的时候 你的钱都已经在 你的账号里面了 非常轻松 而且不会经过我们的 所谓中央银行的管理 对 因为马上就可以换 所以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 为什么我认为 这个USB太重要 你看到这个 陈佩琪讲的那句话 陈佩琪 把对外演讲的时候 什么东西不讲 就讲一个 先生一小时 在洗澡上大号 对 这一讲就露线了 你别人不晓得你在干嘛 你为什么特别讲这一段 讲这一段 其实在里面干什么 他在里面要处理这个USB的内容 对 那就变得很有意思一个问题 难道我每天在节目上面讲说 检掉要来 检掉要来了 我甚至告诉他说 礼拜五上午的六点钟就到你家了 他还是把他挂在脖子上 对 这种人呢 为什么你知道 他不相信任何人 他也不相信他们敢来 所以他在抗议的时候 他从北浅出来抗议讲一句话 你知道吗 第三大党的党主席在家里面 被人家这样子冲进来 你又给我一个证据 给我一个理由 脚底理由 因为他已经慌掉了 他因为他不相信他们敢冲 检掉敢去冲他 他非常自信 他已经在这段一年多的选举过程当中 他已经变成市长 变成了皇帝 对 旁边都是宫女 旁边都拍他马屁 每一个都拍他马屁 他已经飘飘欲仙了 已经变成充满了过分的自信 而且他不相信 检掉有可能破掉他这个东西 对 结果这个东西没想到当天 进去了 破了 不是 他认为不会破 要把它洗掉 他已经把它洗掉了 洗掉要还原 还原有技术 他一定对这个非常深的研究 因为这个东西 他不敢放在云端的理由在哪里 就是刚刚讲 会被人家偷走 对 最重要一个 我跟全台湾观众讲 为什么我很有把握 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非常清楚的 两个证据证明 他当天绝对把那个东西 五分钟就好 丢到马桶 对 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对 他为什么不能丢 因为那个叫做钞票 钱 钱 就去了就是跟着 跟着那个马桶冲到哪里 冲到水沟去 不知道去哪里了 所以他不能丢掉 所以他只能在里面搞 搞搞搞 搞一个多小时 搞一个多小时 结果那检掉不是笨蛋 现在都是科技办案 对 把他拎的东西都把带回去 带回去要破密码 要破这个东西 要花时间 确实是需要 而且还去查他的系统 查他的交易情形 查他的金 里面那个资格资金的转换 他一定有很多很复杂的情况 我不是很了解 那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北检故意放个消息 我有个新的检察官 董虚拟货币 对 他为什么要放这个消息干嘛 北检放消息都有目的的 他每一个动作 他没有虚招 他放这个消息就告诉你 就告诉你 全台湾的做虚拟货币的人 你们快点自己来自首 因为这个东西有很多中间商 帮他处理 而且还要注意 最重要的是说 他要让沈庆金跟柯文哲知道 你们已经被我破了 当你开始那个资金移动的时候 动向 有动向的时候 因为柯P也不排除 他有一些新 他有这个对他的账号 有特殊的指示跟交代 在什么情况之下 有做什么样的移动 对 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移动的话 这个钱就不见了 对 所以他一定有他的万全 因为他有深入研究 万全措施 他不是个傻瓜 他非常聪明 非常有自信 所以我认为 北检会丢这个消息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破掉 但到今天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应该已经接近 应该已经是属于这种解密的边缘 你为什么觉得今天解密了 我很简单 一开始调小沈 已经两次了 调小沈两次 就是希望说小沈这边突破 他不会 检察官没有笨到说 我两手空空 跟你小沈在那边泡茶 他一定有东西在我这边了 那我现在只插在哪些动作下去的话 我就可以证明是你了 那你这样 就已经平临破案边缘的情况之下 我要临门一窖 对临门一窖 你小沈快点进来 给你一个最后机会 那小沈如果一直在玩 负与顽抗 负与顽抗的结果的话 那就是十年的判刑起跳 所以现在目前我认为说这个案子 这个USB已经让他坐实了 他的犯罪事实 现在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呢 替我们的第三势力 替我们民众党担心 万一这个USB 我现在来万一 打开来之后 最后的起诉书里面登记 高达十亿新台币以上的话 那就不是只有金华城 那这个第三势力就整个崩盘了 那所有的民众党的人 通通就变成给水币二水 不知道怎么办 这样今天最大的精彩就是 在柯文哲家里面找到一个USB USB里面居然有个1500小准 可是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你说为什么他舍不得 把这个USB给毁掉 因为里面有个金钥匙 可是大家非常好奇是 柯文哲懂这个金钥匙吗 他懂这个所谓的加密货币吗 我当然懂嘛 他懂 你刚刚问了一个错的问题 说柯文哲看过阿扁的案例之后 为什么还这么敢 竟然敢做这件事情 因为柯文哲他有自信 他懂两件事情 阿扁绝对不懂 一个叫做USB随时要挂在身上 另外一个你知道什么吗 就是加密货币 他懂加密货币 来各位 首先柯文哲从2018年的时候 他就谈到说 我们应该把加密货币 区块链这种概念呢 把它引用在里面 那时候大家也百思不得其 从这里在讲什么 而且不只是这样 他在2024年的时候 还去过我们讲相关的活动 他说什么 加密货币是世界的趋势 他说台湾如果要发展的话 绝对要走在前面 所以宝德哥 他懂不懂加密货币 他懂啊 他是专家 你扑路级的啦 包括你看 曾经在2019年的时候 他曾经参加什么 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 就跟你讲说 区块链要如何运用在民生 我跟观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 区块链 它可以生成所谓的加密货币 也就是我们现在怀疑说 那个USB里面 常最有的 我们讲柯文哲的五亿十亿十五 可能就是通过加密货币 放在里面 但是区块链这个东西 是加密货币的根本 而且你看 冲头到尾 柯文哲你看 竞选专户也跟你讲区块链 然后创新 我们讲民生应用 也跟你讲区块链 总统大选 也跟你讲区块链 柯文哲只要提到区块链 整个人眼睛就发光 非常认真 他是非常认真的在研究这一块 他曾经参访了台湾 第一个 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实体门市 而且他不是到了美国去参访吗 他到美国参访干嘛 他到美国参访 也去了解 什么叫做加密货币 甚至你在台湾 只要有任何区块链的讲座 你就可以看到 柯文哲的生意 把那个我们讲 人分两种 一个叫Thinker 就是说我只是有脑袋想 柯文哲在加密货币 这块叫做Door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 当时总统大选的时候 我想市长大选的时候 他就想说 我要用加密货币 然后呢 结果到了我们19年的时候 他还真的跑到加密货币论堂 而且各位 这是什么 市长参访台湾第一间加密货币 交易所 这个交易所是什么意思 就代表你可以从这边 就可以取得你想要买到加密货币 柯文哲有没有线 有没有人 有没有找到接触 有耶 清清楚楚 而且甚至在总统大选 他也跟你讲嘛 台湾要走在世界的前端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太好用了 我们讲去中心化 然后你又追踪不到他的轨迹 而且呢 绝对保密房地 没有人会知道 你在那边神不知鬼不觉 在干嘛 所以对于现在来讲 不只是我们刚才讲到casino 甚至是 如果你要收贿 如果你要行贿 保雷哥 现在在境外里面犯罪 加密货币 是包括FBI CIA 最头痛的一块 因为你只要使用加密货币 真的是非常难找 可是以前我们在讲 那个什么 你透过加密货币 你要透过盘商 你透过盘商 不是所有的资料都出来了吗 保雷哥这分为三种 不对哦 跟盘商买 你知道就像什么吗 像买股票 我今天去找盘商交易所买 对不对 可以买 但是呢 你不能直接 我们讲的进行交易 也就是他只会给你一个 我们讲类似账户东西 你可以查看 就像你看得到你的股票啊 你的股价 你的涨跌 但是所有权在谁那边 事实上还在盘商那边 你只是拥有查看权而已 一切的交易之后盘商 但是第二种是什么 USB这时候出来 USB叫做冷钱包 冷钱包就说 我离线 我没有连接到网路上 但是我有什么 我有地址 我有公钥 我有私钥 我只要有这三样东西 我就可以去存取 我的加密货币 换言之 我随时想要卖 想要买 都可以 而另外一种叫什么 叫热钱包 我就是放在云端的 云端的它会有什么危险 有可能有骇客啊 甚至有可能被人家攻击啊 所以柯文哲选择了 USB 这个叫什么 冷钱包 对最安全的 而且绝对不会被账到 也不会需要通过交易所 而且牢牢地放在我自己手上 来各位 随身碟 这是2021年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你看哦 柯文哲2021年 2019年的时候 就在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很重要 对不对 结果2021年 果不其然 有人拿来犯罪 也是一样 随身碟 也是一样 叫什么 冷钱包 就我们刚才讲的 它拥有地址 拥有公钥 拥有私钥 结果你看哦 拿来当什么 洗钱 等于是我拿到了这种钞票 我这个钱是犯罪所得 我先把它变成加密货币之后呢 然后再通过加密货币 转到正常的管道 比如说跟交易所合作 跟其他合作 然后就变成什么 白花花干干净净的线钞 难怪有人讲 一跌在手 牵翼带着走 对而且我讲 这个加密货币 我讲最妙的是什么 收费绝对没烦恼 加密货币就像是这样子 你要想想看 今天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地址 地址就像这个保险的像一样 那保险的像之后 它可以往左转啊 可以往右转啊 那所谓的私钥是什么 宝贝哥你知道吗 私钥就是说 我只能往左转 那公钥是什么 我只能往右转 但是公钥事实上 是可以公布给大家的哦 所以比如说我是陈庆庆 我是小沈的 对不对 柯文哲说 我的地址 公钥给你 那陈庆庆可以干嘛 他可以把钱汇进去 那你知道汇进去之后呢 为什么只有柯文哲可以开 因为你一定要私钥 才可以反方向把它转开 所以在这个逻辑状况下 只要你柯文哲 我的公钥在这边 来来来来来 一个人罢一张 这我的名片 那其他的厂商 如果懂加密货币 他可以干嘛 全部汇进去 而且大量汇进去 而且汇进去之后 他也知道是谁哦 因为汇进去之后 他必须要让人家 看到你的公钥私钥 把柯文哲说 哦这个公钥私钥 好我知道 这个可能是销审的 这个可能是什么某某集团的 所以柯文哲在拿着自己私钥 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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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打开 全部里面 通通都是我们讲虚拟货币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多好用 那讲白了 你如果是透过这种方法 剪掉怎么查 超级难查了嘛 因为除非你拿到柯文哲的私钥 然后你把它转开 但是你转开之后 保留你知道发现什么吗 就只是里面一大堆钱而已 那你也不知道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只有柯文哲 知道那个钱从哪来的 对因为你必须要 我们讲公钥私钥 他一定是有给你一个相对应的码 难怪柯文哲这么有码 我问你查金流啊 对所以难怪柯文哲这么喜欢USB 你看哦 他第一时间剪掉出来之后 步出北剪门口 我跟你讲啦 不是啊 我不是要跟你讲说 2024年三四有才知道 我是说 剪掉啊 我会拿手机有 跟那个硬碟 那就编故事 保留哥 他最担心的就是 手机跟这个硬碟 他这个硬碟指的是什么 当然是所谓的USB嘛 而且你看到到2015年的时候 回到九年前 那时候你想说 阿伯那时候还很干净吧 阿伯那时候还很纯洁吧 NO 阿伯那时候就知道USB的重要性了 对不对 跑去逛我商场逛 就逛着逛我 他直接突然坐在一个摊上下 你知道他坐下来要干嘛吗 老板给我来一个 然后你知道第二句他接什么吗 你也要给我挂脖子的 你要给我挂脖子 一直叫老板说 你一定要给我挂脖子 谁生带的 对因为USB很重要 而且当场掏出2000块 就说1300块 记者还问他说 阿伯 1300块 你不是很轻轻的吗 这样敢不太贵 你说我们讲的大牌子的 他说不 1300块很便宜 各位真的很便宜 如果1300块 他可以承载5亿 可以承载10亿 可以承载15亿的重量 老杰哥你说便不便宜 如果要让我们讲到 陈北京早就被盯上了 而且陈北京那619万 你透过Edition去存 你用现金去存到账户里面 而且存在你几个小孩的账户里面 这个已经很清楚了 很清楚为什么还不抓 因为关键在这里 那个对解调来讲 那根本不足以满足 他们对办这个案子的成就感 要办成就感 这个关键就在这个4.3亿 今天又去提审了 沈静晶以及殷小威 所以现在最后的工坊 工到城门前 这个城门 这个最后的破口 就是4.3亿 老杰哥现在两边是有出有进 要把两边敲在一起 中间那个桥梁 是先来减掉技巧突破最大关键 所以你仔细看 包括沈静晶在调出来 因为先前应小威跟王仲坎 这个我们已经确认了 这个4,740万 就是跑到那边 但现在要知道是 这4.3亿里面到底有多少 跑到陈佩琪那边 会不会就是那个ATM的619 会不会就是那个4,300万 会不会就是那个看1.2亿 甚至是2.5亿豪宅的案件 所以我必须要沈静晶松口 就在逼这件事情 所以搞了半天 我们觉得619万已经很大了 对他来讲 刚才就是半首领 你觉得4300万已经很大了 不过那也是一小钱 真正的大钱 是这个一来一去的 当然吧 保险哥 我跟你讲 所谓的619万是什么 陈佩琪是什么 当牛呢 市场富林呢 我给你记住的 给你10万 给你100万 刚好而已 还叫车马背 我跟你讲各位 绝对不是大条的 绝对是阑珊的 但现在真正重要是说 这个4.3亿 你沈静晶到底招不招 结果保险哥 遇到了我们讲的 顽强抵抗 富于抵抗 你知道什么吗 沈静晶现在就是 我要钱没有 你要命我就一条 我跟柯文哲 我们两个刚帅 你问我说什么 我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我通通不知道 所以柯文哲 现在跟沈静晶 是现在绑在一起了 绑在一起了 因为为什么 他们打死不认 为什么打死不认了 各位 我看到这个你就听懂了 第一 我们讲整个农机奖率 从原本的增加到560之后 他编了1.8亿 后来到了840之后 又编了2.5亿 代表这个农机奖利 是有利可图 而且利益非常庞大 我从来没有看过 一家建设公司 编4.3亿的公关费 从来没有 太离谱了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 他总共增加的容积率 300亿 我们讲按照行规 业界规矩 江湖规矩 我帮你帮事情 我帮你处理事情 我帮你瞧事情 保险哥你知道什么吗 就1% 我就拿当中的1%抽成 所以大概是什么 所以他增加的利益 大概有300亿以上 300亿以上 他才会拿1%出来 当公关费 对嘛 但如果事情办得 特别衰退 比如说时间特别快 我肯定给你1.5% 那刚好加总起来 各位 有没有跟这个数字 就4.3亿 就差不多4.3亿 所以检调现在很清楚说 我们大家都内行人 我们专门办这种贪污自罪 这种关缩案的 所以一起查之后 就觉得这个4.3亿 绝对带有问题 因为保险哥我问一件事情 沈静静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交代这个钱去哪里 没有 完全讲不清楚 而这个1500万客人者 有没有交代清楚 没有 所以出跟入 其实我们都已经抓到了 包括你知道你是前经后卸什么 但现在唯一的证词 口供就是 你沈静静 必须要亲口承认这个1500 而你柯文哲 必须要亲口承认这个1500 但为什么 你要仔细想想 为什么他们死不承认 这才是真正问题的关键点 因为理由很简单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我问你 你今天是沈静静 我今天好不容易了 我金华城这个案件 可能可以赚到1000多亿元 可以总销1000多亿元 那我要1000多亿 还是要我这样的拦命 反正我其他投资都失败了 我忠实话也赔钱 我拿洋蔥金华城也赔钱 这我最后一搏的机会 我最后一搏 我只要1400亿我就翻身了 那我现在如果没办法翻身 我宁愿烂死在里面 所以柯文哲跟沈静静 两个人是性命相搏 当然柯文哲一样 沈静静要搏的是1000多亿 那柯文哲要搏是什么 拜托我辛苦耕耘10多年 好不容易这边闹 保健哥搞不好 滑九泉 50 15 20 这你都不知道 后面加一个亿 如果对柯文哲来讲 我今天好不容易赚到这些钱 我到手了 按照我那个账目笔记本的总计 那我就很简单的逻辑啊 我现在出去了 我检掉没收所有的贪污所得哦 你可以认哦 那可能关个五年 关个十年就放你出来了哦 你配合的话 那请问一下柯文哲到时候有什么 那我辛苦的一无所有 所以我与其这样 我不如在这时候跟神经病我们人 拼了 我们刚在拔嘛 天命来拔 为什么 各位20亿根 我们讲关20年 你要选哪一个 有时候你真的会天人交战哦 我至少我在里面 坐在里面 你以为想说他很痛苦之后 不是啊 我蹲在里面 我坐在拘留所 我被羁押了 但我身价20亿 我身价30亿 这样有爽吗 有些人就觉得这样很爽嘛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对他来讲 现在是整个检掉跟神经病 他现在是要钱不要命 当然要钱不要命啊 否则我想讲这个东西 神经病最明显 神经病行贿罪 我跟各位解释就好了 一到七年 那你如果从十招来的话 对不对 金华城到底会不会被废纸 我们暂且不谈 这个一年 你配合办案 他一定可能给你两年 欢喜五年 我跟各位保证 神经病只要糟了 他明天就走出去了 那为什么他打死不着 为什么 他就想着我如果糟了 我那个一千多亿 很有可能会消失 什么都没了 对 因为我这个案件 可能就行不通了 金华广场可能这个我们讲 农基奖利坐实是 他这几年所有的投资都失败 他这几年来负债累累 他这几年就靠这个金华广场翻身 如果翻不了身 他就一无所有了 对所以各位 你按照这个逻辑 你就听懂为什么 因为现在克文哲 跟我们讲的这个神经病 都是亡命之徒 但是他们是 很好的亡命之徒 意思就是说 他们的确满手都现金 但保理科有一个逻辑就是什么 穷到只剩下钱 因为除了说这些满手现金 除了这些我们讲的 所得的不乏所得的款项之外 他们什么没有 自由也没有 人生也没有 各位还记得陈培琪讲说 我老公都很勤俭 都在吃那些很烂的东西 豆浆啊 对 他就每天他怎么可能贪污 对他就是有可能 因为理由很简单 对他来讲 是我这个身价30亿 身价50亿 享受的这个荣耀 比起这样 柯文哲在里面多撑一天 能撑一天 他就算一天 好所以 一开始你买认为说 沈经经是最可能 变成了污点证人 因为第一个 你是清罪 你只要承认你就没事了 还有你的身体 今天看起来 也有人看到 他是坐着轮椅进去 坐着轮椅出来 然后呢 身上还有尿管 在这个状况下 他都还要撑下去吗 沈经经他有个特性 因为他本身 财务情况不好 对 所以他这个 这些钱 先垫的钱 都是要先从公司里面 掏空出来 所以他先掏了4.3亿 你回来那个4.3亿 但是我们现在讲 检调查出来 有2亿多 对 去向不明 对 那问题很简单 我现在讲 最简单的问题 最后最后最后 检调一定要问你 你这个钱去哪里 对 你说两个说法 你第二个说法出来了 如果我给了沈经经 你明天就出来了 明天就 我给了柯文哲了 不 我给了柯文哲了 他就变当污点证人 另外一个他不讲柯文哲 他讲谁 他不能讲刘宝洁 不能讲吴子佳 他讲谁 讲谁 讲自己 对不对 这钱我个人吞了 江湖老大 勇敢一点 那你知道多惨吗 重大金融犯罪 你刚刚把那个 所有的法条 从中看一遍 2亿多 你从上市公司A掉了 对 这一跳 我跟你讲 一罪一罚 搞不好一判一判 10年到20年 所以他那不得了的重罪 你认为沈经经会为了柯文哲 沈经经只要抢柯文哲一件事情 他零犯罪 零天 一天都不要关 对 都是从头豁免 因为这个掏空案 是挂钩在贪污犯 贪污案里面 所以肥减可以把它豁免掉 所以通通豁免 你知道吗 一个是一天都不要关 一个要关十年 神经要选哪一个 小姐一定会招的 可是他为什么还撑着呢 不 你听我讲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这个多严重 他 律师会跟他讲 他认为他们想打无罪 他说我不想拿 我没辙 我掏空慢慢跟你打 他搞错了 为什么搞错 他不会出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出不来了 两个人都出不来 所以科幣也出不来 我一个问题很简单 出不来的 把你关在里面 连续继续羈押的理由是什么 逃亡跟创贡 好 我现在问你很简单 你们两个人都不招出来 这个金钱的来源 对不对 那表示这个 还有第三者有这个 有这个同案的重要 同案被告在逃 那怎么可能让你出来 外面那个搞更多钱的 会不会有第二个USB啊 对 有没有第三个USB啊 所以简单一定说 你这个东西怎么让你出去呢 所以他只要不招这个情况之下 两个家伙都出不来 而且压满四个月之后 我告诉你 因为到地院继续压 会被人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他重罪嘛 两个都是十年二十年的东西啊 那他怎么放 对 所以一定这个僵局啊 简单这个北姐 你说把他打破嘛 对 那我的钱 打得破吗 当然打破 因为很简单 现在我告诉你 我认为USB已经破掉了 USB已经破开了 金额已经知道了 已经看到了 金钥匙也破开 金钥匙就打开都可以看嘛 对 这个进去里面知道钱 到底多少钱啊 总额应该已经知道了 我现在担心那个总额 可能是远大于这个三亿 所以他用这个金钥 不是今天用 他是2019年就开始研究了 对耶 他用2019年研究 他还要说如果当选总统 国家还要成立这个什么 金融虚拟金融局耶 所以柯文春很懂虚拟货币耶 他这个科学理性物识 真的是科学耶 你懂不懂这个虚拟货币 我不懂 对 他那个老头子65岁 居然搞民众党科学理性物识 第一件事情是搞虚拟货币 你有没有想过这种事情 没有想过 泰达币是有交易所的 你知道吗 泰达币要登记的 那陈金钥给他的钱 绝对不可能是比特币 为什么比特币没有办法算嘛 第一次给他是泰达币嘛 泰达币是美金一比一嘛 一比一的情况之下 所以两亿换成美金多少钱 比如说七千 七百万或多少钱 就讲清楚的 那个是固定的 那个固定汇率 所以一定是泰达币 泰达币是什么 泰达币在台北有交易所的 真假的 他有登记 实名登记 他当然不会用沈金钥名义 他用别的名义去登记了 所以沈金钥在那边的登记 是查得出来的 所以他为什么今天连续传 沈金钥过来问 所以这个部分是有账的 但如何兜到 到了柯P手上 柯P这边的账 金额他也知道了 但兜不拢嘛 他没有办法把它勾散起来 还有我刚刚讲的 我怀疑柯P那个金额是非常大 好几倍于这个两亿到三亿 对 因为他是常年搞的 我告诉你 这种东西 他不会只搞一票 如果他会搞金华城 总一直搞 他的长期就搞了 他干这一行 早就干了 他可能在2014年 后面再换人的时候 就开始就干了 那个黄山山进去 就是专门帮他干这个玩意的 对 他有一个团队 你看他莫名其妙 搞个李文忠来干什么 因为李文忠就负责跟谁谈判 你记不记得 跟谁谈判 大巨蛋 大巨蛋 我跟你讲 贪污有两种 一种就是我跟你要钱 这个是很好的 大家还好来好去 一种恶劣的人 你知道吧 就是不管你要感受 抓的 跟你挖出来的 我认为他干了这种鸟事 所以这个东西 他最怕的 其实不是怕什么 陈佩琪这个东西 他怕这个金额一公布 因为最后 最后起诉书一定要写出来 我告诉你 到时候民众党 整个都团灭了 你和唐主席 他给了一个天价 一个非常庞大的金额 你这个阵子怎么搞 好 大家讲说 还没有一个另外的淫务者 今天 众旺基金会 发了一个声明告 针对你昨天 你昨天就查了 众旺基金会 进账两千多万 两千多万出去 结果你只有十万块的开销 你两千多万都不见了 钱袍哪里去了 你提出很大的质疑 结果我中旺基金会 就开那个新闻稿 那个新闻稿就说 媒体名嘴 就是你啦 你说你出事的报表 是本会公布在网上的财务 这预算表 不是最终的收支 判名嘴不要说无解读 拿大作文章 还有本会收入支出 都受到主管机关相关规定 都没笔 都有评证 本会还要开所谓的董事会 经过董事会通过以后 我就会承报了 2012年的财务报表 你说这个不丢还好 丢了问题大了 第一个 现在众望基金会 照讲是李文中 李文中已经带了电子脚铐 他敢发这个生命稿吗 现在众望基金会 大家都知道 他是柯文哲 一手在控制的 那柯文哲 怎么发这个生命稿 所以现在 除了柯文哲 除了李文中 还有一个神秘的第三人 可以发众望基金会的生命稿 来打你的脸 是 宝洁哥 我真的觉得 民主党非常神奇 你讲到任何事情 每个人都说我不知道 你去问谁 你就问谁 可是隔了一两个小时之后 就会有一个生命稿出来 然后明明那个公司的负责 比如说像牧可公司的 牧责人李文娟 之前在被剪掉约谈 他人还在剪掉约谈 结果他们公司的生命出来了 牧可公司生命稿 到底为什么 到现在很有趣 现在李文中 他本人应该是 在所谓的电子脚铐 然后他也是被 行踪被监控当中 那我是不知道 这一个生命稿 是不是由李文中 暗印核发出来的 不然我想请问一下 谁可以拿纵旺的这个印章 然后这边盖 换句话说 盖章的人不负责 负责的人不盖章 你是在公司 是在通财 而且这个是纵旺基金会 我跟你讲 他这个声明搞出来 每一点我都可以打脸他 第一点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是他们公布在网站上的财务预算表 并非最终实际的收支 说我错误监督 这莫名其妙 来 我来 我给你讲 这家的纵旺基金会 他的主管机关是谁 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根据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你看哦 这是109年度10月30号修订版 所以换句话说 当时台北市长是谁 是柯文哲 好 他里面其中有关 关于所谓的会计报表的一个 他明明规定 所有的这个年报 包括资产负债表 收支余措表 还有业务支出表 跟工作报告书 2023年度的 必须在2024年5月31日之前 就要公布出来 就要编报出来 现在9月了 911好吗 911 现在就两个种状况 他现在疼的嘛 他说他们没有 因为他第三年之后 他们之后会召开董事会通过吧 所以第一个 你们到现在该交的财报不交 然后还在责怪我错误解读 第二件事情 为什么众望基金会财报 5月31就要交 到9月11号还没交 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你死啊 你怎么完全没有去 没有去查核 还是我这样子帮你查核出来 第三件事情 你的预算表 最神奇的 怎么可以你在官网 丢出预算表 没有任何盖章 董事长 执行长跟会计师 都没有盖章 到底谁是执行长 也没人知道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今天大家来问陈志涵 陈志涵说我都不知道 要由众望自己出来讲 不好意思 所有众望基金会 PO出来的照片里面 都有你们民众哪个人 到底你们民众哪个人 你们不知道 那谁知道 而且自己老公开的门 8月30号 检掉去搜索的时候 众望基金会地址 就在台北二楼的A2 Celine Ann去开的门 那我就想问一下 你老公不知道他拿人家 众望的门干嘛 所以还是说今天陈志涵 跟徐甫两个父亲 也要进行切割 所以我觉得 这个民众党或者是 众望基金会 或者是拿张盒 但不负责任那个人 请出面说清楚 2700万元 结果你们花掉了 2677万 5672块 其他的钱到底去哪里了 好 宇萱 从今天检掉单位丢的讯息 非常清楚是 我觉得陈培琪早就被盯上了 也就是从五月开始 你看什么 这个东市买郡马 西市买安街 他不是 他是东市买豪彩 西市买商败 什么都买 可是你在东市买豪彩 西市买商败的时候 你所有的动作都已经被递上 甚至你去存ATM 刚刚讲这个钱 我想到都很开心 10万都可以啊 我就多了10万 真的很开心 这么开心的时候 老大哥的眼睛已经递上你了 而且今天更可怕的是 不是老大哥眼睛递上你了 居然连柯文哲 一对一 一个人进到逃猪影员 5月30号 进到逃猪影员 都被掀开了 老大哥现在你看到说 陈培琪 跟在ATM面前的 鼠钱听着跟悦耳的声音 很开心 我想另外一个人更开心 就是透过监视机 正在看着陈培琪的检调 嘿嘿嘿 也在那边笑得很开心 盯上了 你以为是陆带欢 我直接抓到 你为什么不会讲 你仔细想想看 柯文哲这件事情 诡异在哪里 首先他去到逃猪影员 这个时间点是在2023年 他说指出说在9月30号 那个时候逮到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 9月30号这个时候 金华城请问一下 弊案爆发了吗 还没有啊 那为什么检掉 这个时候就盯上了 各位 这跟郑文燦事件 是一模一样 什么样跟郑文燦 新建一样 就你现在看到柯文哲 跟陈敬青还在这 富于王抗嘛 对不对 没有 检掉早就已经布下天罗地了 而且请问一下是2023 2022 2021 2020 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 搞不好从金华城 要动的那刻 事实上就已经被递上 因为在郑文燦的 寫书书里面提到说 当当时就传书说 这个改建 等于说这个土地征收 有疑案 有疑案的时候 检掉就已经挂线了 检掉就开始追查了 甚至检掉就开始追踪了 如果说他会这样子 去对付郑文燦 他怎么可能 不这样去对付柯文哲 而且如果今天 桃园的土地变更 那问题这么大 那金华城不是更大 你说 金华城早就在 老大哥的眼皮底下了 老大哥这叫仰案 郑文燦这个案件 从2017年 我乖乖还记忆了 他连在市政府里面 所讲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全部通通都被录起来 每通电话都录了 那这个仰四年 有什么大不了 我要仰到 我可以砍的时间点 我才可以砍嘛 郑文燦那个时候 有保护伞 现在柯文哲 搞不好那时候 有保护伞 我就等到2024年 我现在赖清德上任 因为我跟各位 请问一下 金华城这个案件 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5月 5月是谁上任 赖清德 郑民签上任 所以给一个时间 我先准备军马 开始 接下来 我马上把你动作 来 跟你仔细看 柯文哲 在8月29号的时候记者会 2024年的时候 跟我们讲说 没有 我只去过 套出人一次 跟神庆庆唱歌 对啦 他财团 财团也是市民 有什么大不了 他也是市民 对不对 结果检掉 就还等你讲这句话 你一讲完之后 没问题 我马上相关的证据 传变变 先丢一个9月30号 独自前网 逃出影员 保陵哥这个东西 有一个猫腻 为什么他要 特别写独自 代表你可不可以 有去其他字嘛 只是其他字 是跟大家一起去唱歌嘛 可能是游玩嘛 因为只有独自 这个东西 行经才可疑嘛 而且他不只是掌握 他跟你讲 我怎么掌握 来 第一个 他有访客记录 代表 沈庆庆 各位记录记得 慧珍讲过一句话 他说连拿他500块 1000块 他都要给你签名 所有事情 他的记录都没删掉 再第二个 连监视器画面都盯到了 所以代表 时间地点 我都调到了 我看到监视器影像的时候 我毛骨悚然 我为什么毛骨悚然 这个在2023年 也就是去年的9月30号 一般来讲 你的大楼的监视器 保存多久 最多两个月 最多两个月 你通常就要洗掉了 你等于说 在去年的11月30号 选举总统大选 还在进行的时候 你就已经跑到逃出影员 把监视器的影像 给拿下来了 所以保陵哥等于是 我跟你讲 到时候检掉公布 那个资料 讲那个档案 就柯文哲每次进去逃出影 那个截图 那个画面 我讲你会吓死 搞不好满满的整个 我们讲 USB都装不下 你柯文哲的USB都装不下 再开一下 是访客记录 监视器的影像 手机定位都有 对 而且手机定位 各位 所以你懂的意思吗 代表从2020年 柯文哲开始碰 特别是他 印小卫那个便当会开始 你觉得检掉没有盯上吗 手机定位就有了 手机定位就有了 不然你跟你讲 你没有办法拿到 这个监视器画面 如果保丁跟你讲到 那个美咖 早就洗掉了 他搞不好有分门别人 2020年去唱歌的柯文哲 2021年的 去乔世锦的柯文哲 2023年 最后面的 打完收工的柯文哲 12345678 全部这些画面 都在检掉手里面 而且我刚才讲 那两个月还是多的 一般来讲 一个月就多了 所以你就是要检掉干嘛 装夯 我就放长线 钓大鱼 你这个顺藤摸块 你陈爱王 哪里去哪里去 我各位你想想看 这些底气他都有的话 那他一定确认过一件事情 柯文哲 有没有在草述里面交款 有没有在那边拿现金 我跟他会保证 肯定没有 不然检掉的 就不会从现在来的方法去做 因为理由很简单 如果柯文哲去拿现金 我跟他讲 一咖行李箱大咖 大概就两千万 两千万打到抹了 那你想想看 我们刚才讲到 光那个一千五里 如果柯文哲进去里面空手 他出来多一个 心理一下好重 他一定都亲自拿 柯文哲全部给人家碰了 那哪有可能检掉 还不去搭他 绝对人账去货 所以代表只有一件事情 检掉知道你去那边干嘛 他也知道你什么时候去那边 而且他现在请了所谓的 虚拟货币专家 很显然 他知道你的交付方式 可能跟一般想象传统的 现金大不相同 所以你看哦 柯文哲在隔天之后 马上2023年 去美国了 去美国 但去美国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第一 他这个美国的行程 在西部 跟别人都不一样 科技产业之余 听起来超奇怪 我跟两个我记忆犹新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在讨论 柯文哲 我就说怪了 这是国内蓝白鵝 吵得不可开架 突然跑到美国去 然后说什么 看科技业 看产业界 对 我后来我想说 你所以 哦难不得你去看区块链 他就是去看区块链 你就去看区块链了嘛 对不对 而且很巧的是 手机刚好也不见 各位 手机是至关重要的 铁证跟证据 我都怀疑你柯文哲 手机真的不见了吗 所以各位 你现在想想看 这全部串联起来 第一 柯文哲 讨不过检调的天罗 密布 他的天罗地网 第二 到底柯文哲 在那段期间 做什么 非常起人一动 所以 早就被盯上 我觉得这个 真的太可怕了 法律哥 我不要讲这个好不好 我们讲到陈佩奇就好 你想想看 如果说2020年 就盯上的话 你看看豪宅 都在1.2亿 请问一下检调 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 全程清理租租 搞不好就检调放出来了 就是陈佩奇 看过什么东西 我讲检调一清二楚 你整个行踪了吧 而且再买商办4300万 我醒了 这个金流到现在查出来了没 陈佩奇说 我有银行对账记录 是选举不住款的 我要的话 可以绣存给大家款 请问一下 他绣出来了吗 没有 我讲很简单 就2500万 2500万 2300万 三个账户 你分别提出来的钱 或者是你转账的钱 加起来4300万 打完收工 直接把我们脸 打烂 到现在还没讲 但我跟你讲 根本不需要 为什么 检调这部分 搞不好就查完了 当然要包括他治疗公司 到ATM存钱 搞不好连陈佩奇在那边 哒哒哒哒 然后听那个月娥声音 然后笑得很开心的画面 通通都有 所以不管你们夫妻俩 我就问一个问题好了 现在柯文哲在里面 审慶在里面 为什么陈佩奇 偏偏就只有他在外面 为什么 刻意放出来的 我就是要放长线 吊他的鱼嘛 我要顺藤摸瓜 我要让你这个车手在外面 继续逍遥 继续花钱 最后面 我可以定陈佩奇什么 我到时候抓进来 我证据找准备好 为政罪有没有 有 洗钱罪有没有 有 他们自罪条例 共败有没有 有 到时候你家随便家随便 好 也不 你是听到了4300外 买这个房子 而且是现金一口价买掉 买掉的时候 大家以为说 那个名字挂的是 柯文哲的名字 可是买的人 谈的人 竟然是陈佩奇 然后现在大家最好奇的是 这个4300外 刚才讲到 陈佩奇是完全忍不住 就像刚刚是 中音开始讲 黑帮在搞黑钱的时候 一定要去忍耐 要忍过个一年两年 三年把他洗得干干净净净之后 大家才可以用这个钱 很多黑帮出歹息 就是因为有人忍不住 用了钱 这个人就陈佩奇 而且 现在重点是 你不但是用619万 就存了一天 你花了4300万人 去买房子了 保杰哥 你知道佩奇现在 他之前去那个 看守所外面 他不是讲说 我觉得我现在的心 跟柯文哲越来越近了 我告诉大家 佩奇 你现在跟柯文哲 的身体也越来越近了 真的假的 你不要以为只有心而已 因为你有可能 会变成被告 你知道吗 不这么严重吗 因为他当然是一个 很大的破口嘛 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过去柯文哲都讲说 他们家所有的金流跟账 都是掌握在佩奇的手上 那你看我讲了这个 4300万商办的事情 到现在 三个礼拜了 他完全没有公布 我跟大家说 这个叫一个大水库理论 现在柯文哲我算一算 他有十本账本 十本 保杰哥我算给你听了 十本 两个基金会 对不对 再来他的政治现金的专户 再来他党部的账 再来柯文哲自己的账户 陈佩奇的账户 再来木可公关公司 包含他三个小孩 是不是总共十本 小孩都有了 对啊 他存到他小孩的账户里面 那我要问的 问陈佩奇嘛 你到目前为止 三个礼拜 你完全不敢公布 会不会不敢公布的原因是 你可能这个4300万 是来自于不同的账户 转来转去 所以你不敢公布 会不会有钱 是来自于你小孩的户头 对如果说你讲的很简单 他说这个就是选举 结育款 选举结育款 就是在李文中 在他不知道的状况下 存到他三个账户 你就把那个三个账户公布 公布了以后 就交代出来说 花了4300万 这么简单的事情拿不出来 是嘛 所以到现在 为什么我们讨论了那么久 以陈佩奇的 他过去的这样经验 他一定马上会拿出来 给大家看的 他两十万都拿给你看了 二十万 107万双城论坛的存责 都秀出来了 你现在为什么不敢秀 那就代表心虚 而且我告诉大家 他接下来他们家 有可能变成怎样 一家都是贼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如果假设他减掉手上 你说他有没有掌握 这个4300万 如果连去逃出影员 唱歌 减掉都已经掉这个定位 都知道了 你觉得现在减掉的手上 看不到你4300万的金流吗 4300万早就在 这个减掉的手上了 当然嘛 减掉他今天各个银行 你今天所有的汇款记录 包含这些账户 清清楚楚 所以我觉得陈佩琪 最后有可能因为他 自以为是的爱 自以为是的理财数 ATM到最后 变成一家 可能都是这个 小编 你也在追这个时间 在买卖 然后民众党说要告你 你告了没 民众党 告了 告了 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整个是以 科文之为核心 我们讲两个地方出钱 公关费 2.8亿跟1.5亿 一个就是那个顶月 就是金华城的子公司 一个中华工程下面的小 那个小的公司 出了这个钱 好 我们来算算账 钱最重要 印小卫4500 那一亿的不明流向 可能是给其他的议员 或是官员 然后呢 你手上有的可能1500 我们知道 就是那个不是时间 是那个钱 那剩下的钱 所以他整个 而且现在叫麻花哥 我怎么说呢 所有的钱是混在一起 有七个地方 七个地方是 沈金金可能会钱的地方 第一个地方 木可 木可是有钱进去 已经证实了 对不对 有钱进去 有 然后第二个可能新姑娘 然后这个众望 进总 还有一个进总 最妙的一个钱 你们有想过一亿多 我想给你听 99999 他以为10万 就要去登记 就要登名字 就要有名字 这个有3000多万 请检调查 这些人头 是不是沈金金的员工 还更 你们那时候 现在有答案 董事长 我跟你讲 有答案 什么答案 你还记不记得 有18万笔 对 弄那么多笔干嘛 怎么弄死人 18万里面 9999不到1万的 这不用秀信名 有一亿多 你回想起来 你们有讲过这一集 对 那这个又一亿多 这边就一两亿了 好 那总共 4.31里面 那怎么给他 我还没讲完 陈贝奇的账户里面的钱 至少证明是619万 7800万 至少 对不对 ATM的 然后USB里面的钱 还有派出个新的检查官 叫做虚拟货币 这七八样 就是八爪章鱼钱 就给你 我给你几亿 是这样子给你 给你科文子 好 再拉回来4300万 这个事情 4300万 那今天我等他了 第16天 对 我拜托你拿两个出来就好了 拜托陈贝奇 跟陈志涵 第一个 你们两个签了私约 你们今天私约 到代数那边 弄到了这个 地政事务所登记 才能过户 私约到现在没有拿出来 你秀61万 就是买方 柯文哲 要缴的契税 就房屋税 叫契税 大概 61万 乘以6% 大概三四万 可是土地政治税 是那个 陈信屋主要缴的 你可能要缴了几百万 你如果真的卖了4300 第二 你什么钱去汇打 这个 只有第一种钱 不会坐牢 其他都会坐牢 你知道吗 第一种钱叫做 干干净净的 7300万 一票30块的 总统补助款 显然 我跟你讲 4的话早就有 增结排放 早就拿出来了 第一种钱是什么钱 第二种钱就是 各种张钱去买的 如果真的有成交 第三种 那真的有成交吗 是不是只有付 那个3万多块 61万的那个计税 而其他是有人送的吗 所以这个事情 要说清楚 讲明白 一团混乱 好 虚文哲 刚才讲的 陈佩奇现在 刚才讲 早就已经被盯上了 而且你讲说 现在市政巩固最明显的 就是陈佩奇 所以就看 怎么会丢这种 619这种数字出来 619的数字很恐怖 对 老儿子知道你清清楚楚 你少过去外面乱玩 他只要让他封口 不要乱讲话了 连尾数都告诉你 这家有个 3000块都给你交出来 所以那这个意思就是 警告陈佩奇 这个警告陈佩奇 陈佩奇随时会被动 同时也告诉柯文哲 我告诉你 因为律师一定会 律见的时候 律师会告诉柯文哲 现在媒体这样写 那柯文哲一听就知道 这个是确实的 因为确实如果有这个数字 有这个数字在的话 他随时 我刚刚讲这是支线 随时可以启动调查 启动调查 马上变被告 他们一家 是一家总共五口 有四口变被告 他搞个什么东西 对 就是变成一家全部中奖 所以这个对柯文哲的压力 会非常大 尤其是拿陈佩奇 去压柯文哲 对啊 而且小孩 拿小孩 小孩麻烦 小孩变有钱科 小孩变 你现在变诈欺 我把我的户头 借给诈欺贩去存钱 那我问你 那我本身 我这个借户头的人 借身份证的人 是犯什么罪 有罪 洗钱罪啊 洗钱嘛 小孩也犯罪了嘛 只要有这个 财产来源不明 跟洗钱 有个前提就是所谓的 犯罪所得嘛 他把你扣一个犯罪所得 你这几年就完蛋了 小孩就 你在美国 在日本念的高学历 结果搞个前科 对 你说不说得了 小孩可能不敢回来了 我跟你讲 莫名其妙跑法院 搞不好 工作都不能做了 当然不能做工作 而且你良民证 可能拿不到了 对 对不对 你要再入籍美国 入籍其他国家的话 拿不到了 这么肯 这个非常狠的一招 而且他是警告你 所以这个是 检调透过媒体 警告柯文哲 让柯文哲在里面 产生压力嘛 他不是要警告陈沛琪 柯文哲压力大 柯文哲是 他这个心里的 心里的防线 有可能会崩溃嘛 对 好 我又回到他的主线 主线就是柯文哲 跟沈金金 两个人之间的 资金往来的关系嘛 那我们已经判断 那个钱藏哪里 钱藏在USB里面 对 他对USB的看重程度 跟目前我们所了解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台湾有几种东西 会用到 所谓的这种虚拟货币 非常多的 一个就是casino 线上赌博 在国外赌博也是一样 他那个赌博的时候 我们这个叫交付款项 他的收钱跟送钱 两个都是用虚拟货币 第二点呢 柯文哲在当年2019年 跟2024年的总统选举 他都不断的都发表过文章 有去看过这些虚拟货币的交易所 要鼓励要台湾搞虚拟货币 所以我根本上认为 他有非常大额的巨额的款项 放在USB里面 像我们的外行人来讲 看到陈佩吉感觉上 你现在把陈佩吉的名字给丢出来 把陈佩吉说 他今天透过了60自存ATM 把这个存了619万 而且不但存在自己的户头 还存在自己的小孩的户头 我们都以为说是对陈佩吉施压 你说不是 这个是对柯文哲施压 你说现在检调到了最后一里路 这个最后一里路 就是有两个关键入 一个就是柯文哲 一个就是沈金金 现在谁能够突破 这个案子就破了 因为你 陈佩吉这段时间 有两次的公开讲话 一次在群悬楼的小草面前讲话 一次好像在北检的门口 讲过一句话 这两次的讲话内容 都谈到案情本身 如果我是承办检察官的话 我会非常火大 因为我已经侦询过你 正常不公开 你跑去外面讲话 你讲的话就等于攻击北检 对 他就等于讲反话 那你在北检 所以北检怎么办呢 北检就警告他一下 北检会丢这个什么 619万 丢这种金额出来 然后告诉你说 你搞了60次去提款 这是干什么 这彻底的破坏 陈佩奇的人设 你一个市长夫人 偷偷摸摸 锦衣夜行 干这种小 这种萧小制度行为 能看吗 他完全破坏他的人设 所以陈佩奇以后都不敢出来讲话 他只是警告你 你不要再给我发言了 你发言结果我就丢更多东西 所以就羞辱了 彻底羞辱陈佩奇 然后同时警告他 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可能被人被告 这个时候来讲 那就乖了 我跟你保证 从今天开始 陈佩奇不敢再对外发言 谁叫他发言的 谁教他的 谁 黄珊珊嘛 他们要干什么嘛 他们要出 他们要在外面取得正当性嘛 柯文哲是被破坏 柯文哲是无辜的 那柯文哲如果是破坏是无辜的话 那撕害者 撕爆者是谁呢 撕爆者不是变成北柬了吗 变成政府破坏啊 对不对 所以他等于 黄珊珊等于 叫陈佩奇公然说谎 攻击台北地检署嘛 那这个你是北检警察官 你能不能忍耐吗 当然不能忍耐 对陈佩奇提出的 最严重的警告 然后尤其提到 他的小孩是第一点 然后整个侦办的主线 我认为还是在 这个柯文哲跟沈青金身上 对 我怎么判断你知道吗 我今天看这个新闻 怎么搞的 他就传林青龙来作证 找林青龙是不对吗 林青龙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嘛 林青龙就是 你找林青龙只有一个目的 土力 它是巩固他的土力部分 对 你认为他还需要巩固土力吗 不用了耶 早就不用了嘛 所以这是什么招 这垃圾时间嘛 虚招嘛 拖时间 拖时间嘛 这叫什么 押人取公 因为你柯文哲不可能招嘛 会招的人只有有关的 后续有突破的话 只有三个人 柯文哲 沈青金 易小微 好 所以 我也看 你搞林青龙来 那是虚招 玩假的 玩假的嘛 因为他不能没有办案 然后他把柯P叫出来问一下 把你放回去嘛 他真的问什么东西吗 没有 柯P不会讲嘛 对不对 他根本放弃柯P嘛 他把所有的证据都巩固完之后 他告诉你说 柯文哲是这个嘛 对 那是什么东西嘛 那就很简单嘛 那就是小沈的交付款上的时间跟地点跟金额嘛 对不对 那小沈不可能讲啊 那好 要怎么弄呢 他找应小微干什么 应小微有一个角色 就是1500万的角色 对 应小微必须要去咬小沈 1500万给谁 你知道吗 1500万我的理解 因为我对他们都是好朋友 我理解他们的关系 应小微是把那1500万重新拿回去给小沈了 是给沈庆金本人 重新洗一遍 重新洗一遍 所以我告诉你 但这个问题来了 就要讲 4700万里面说有1500万不清楚 1500万其实是 应小微重新又拿回给沈庆金了 对给沈庆金了 应该所以那这个事情 陈海关当然知道嘛 因为所以才要把应小微找 应小微不可能去咬沈庆金嘛 对 他是他的这个铁哥们嘛 对不对 但如果应小微受不了咬下去的话呢 他会给应小微自首 自白豁免嘛 对 豁免的话可以减刑二分之一嘛 那如果咬一口咬下去的话 那小沈就惨了你知道吧 为什么惨了 小沈目前跟这案子没有关系 跟贪污犯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犯什么罪 他只有公司法的罪名 可是如果他回头拿了一小 1500万 那他的汇款到他手上了嘛 他都会被贪污共犯 对 那个是因为重罪啊 所以他们要突破 应小微是有目的的 有功能性的 再第二个就是沈静金本人嘛 对 沈静金本人我今天帮他算了 他所有的证交法啦 什么洗钱啊 什么背信啊 全部加加起来的话 他的这种失踪金额高达两亿台币 对 那个叫做中大金融犯罪啊 我在上市公司当董监事 当董事长很多年啊 这个搞下去我告诉你十年 至少十年 最少 如果是两家以上公司的话 一定十年 因为一罪一罚 对 目前就是两亿多来源不明嘛 两亿多来源不明 扣掉我们这个沈总市长 喝喝酒啊 去打打牌啊 对不对 大概有个两三亿的钱 全部前后 在这笔交易里面 是要付给科匹的嘛 对 那科匹的金额 我看最多就是这样 他这个战很好对 我现在可以帮他对出来 可是那个USB 是什么东西 所以现在北减有把握 手上抓了几张牌 我告诉你 这个叫做不对称作战 他现在所谓 压了柯文哲 压柯文哲 压了沈金晶 压了易小威 然后呢 压了USB 这个恐怖在这里啊 USB已经打开了 我们台湾的科学技术 包括这些所谓 太打做USB的盘商 每一家都是软体高手 早就是义务的 有机会拍北减马币 我帮你打开 通通打开了 主动把它打开 当然打开了嘛 你的金钥匙在里面 知道你多少钱了嘛 包括名单都有了嘛 那明台有些人 跟这个本案无关 他不动嘛 对不对 他也不会想扯别的啦 北减很简单 那这个钱 他能不能扣 他可以扣喔 他如果狠一点的话 今天把他扣到台湾银行 这查扣啊 对 他现在不能查扣起来 跟查扣证物可不可以 可以 跟他查扣证物这个钱 你就不能动了 你知道吧 如果他是 他如果是太打币的话 有交易所 有交易所 如果是这个 这个比特币的话 就麻烦一点了 但是我觉得 因为这个我不是很懂 因为可是他北减 一定有办法 把这个比金额处理好 对 他处理好 柯P已经没辙了 柯P有可能不排除 有第二个USB 对 他有可能第三个USB 你不知道嘛 因为他这个东西 他不会只干一笔 我不相信柯P从台北市长 干到十年时间 他只搞一个金华城嘛 可是如果小省如果糟的话 他的金华城就干不下去了 他在金华广场干不下去 他不就一无所有了吗 没有人想这个东西啦 那个洗搞洗担当啦 跟谁 来了那么多 坐牢还有远见啦 坐牢没有远见 我跟你讲 昨天一个更生人晚上 我一个朋友 给我打电话 说他们可以看 那个墙壁啊 现在摸的是50度温度 烫的 他烫得不得了啊 看走走的墙壁是50度 太阳晒了 那个是闷的嘛 闷在里面温度很 烫会发烟的 热到发烟的 你看看 你说是瘦不瘦 你看他出来穿着整整齐齐 在里面是穿着内裤啊 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啊 你觉得他们能穿多久 柯P没问题 柯P本身他不会认 但是柯P本身很有自信嘛 他自信到跟这个 在直播组里面讲过嘛 很简单 我土力有土力啊 你把我机头查出来嘛 那省不住吗 他就跟你呛赌 金流查我认了嘛 那现在就是已经到了 金流在 已经我认为金流 已经在北浅手上 只是最后一个勾兑 这笔钱是审计金给你的 那这个两个对齐的话 那这个案子就可以 马上完成起诉 那审计金会招吗 审计金我认为 99.99% 为什么 因为他太痛 50度温 这个太痛苦了啦 我这个讲简单讲白了好不好 就是压人取贡嘛 压人取贡 这个太 这个78岁的老头 身体健康不好 在里面蹲这个时间 大部分 我这样讲好了 这个吴宗献检察官 吴宗献立委跟我讲过 以他的经验 大概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通通投降 还没有不投降的 现在才刚刚 刚刚开始 时间还没有到 好 佩晨 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 众望基金会发了一个声明稿 要打脸你昨天 你昨天不是想众望基金会 进账有2700多万 可是你出去的钱 你只有10万是有所谓的发票 其他钱都不知道去哪里 不知道去哪里 等于说是有2600万 就这样子洗掉了 我觉得很妙哦 你现在怎么敢这样子 大张旗鼓的发了一篇的 这个所谓的声明稿 发了一篇的新闻稿 更妙的是 众望基金会 李文中是董事长 可是李文中现在是电子脚镬 他给他发发 还有众望基金会 真正管事的是柯文哲 那如果不是他们两个人 难道现在还有一个 神秘的第三者 是 不管是众望基金会 或者是之前的木可公司 你就会发现 他们的董事长 可能是在被约谈当中 或者是在一个电子脚镣 接近状况 然后你问民众党 有关于这两家公司 每个人都说 这个东西你要问他们木可 这个东西你要问众望 我们民众党跟他们 没有相关联 结果隔一会 马上声明就出来了 而且声明上面 都还有盖印章 我就问这印章 到底是谁盖的 怎么民众党跟木可公司 盖章的人不用负责 负责的人会不用盖章 你都搞不清楚 然后我觉得最妙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虽然柯文哲 已经进去了 虽然李文中现在 已经跟他们闹翻了 李文中现在也带上电子脚镬 现在照理讲 应该谨言盛行 可是还有一个神秘的第三者 他可以拿到众望基金会的章 他还可以帮众望基金会 来发声明告 是 宝贤哥 事实上众望基金会 跟民众党还有精选总部 他们的办公室 都是在一起的 所以你看先非常荒谬 你看这照片是什么 所有的众望基金会 去的相关的图片 他们可能去做一些 慈善的照片 很多都是民众党的人 而且穿 甚至穿他们民众党的衣服去的 然后你跟我说 因为我们查一下 所有众望基金会 所有的历程 所有的人员 你不是进办的 就是民众党的人 没有一个专属众望基金会的 有有有有 他们现在就是个 李文中之前的发文里面 他有写到一个 他写到什么呢 他就说 谢谢这个三个 我们这个相关的同事 去做了这些事情 他还把人民写出来 这是哪一天 这是在一个 2024年的6月7号 他说感谢基金会同仁 余文又汉林轩 他们在大雨 滂涂的天气 不辞辛劳 送暖 送礼同时 还更传送满满的温情跟心意 结果你后来发现 这三个人的名字 出现在报给监察院竞选 总部的名单中 那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这三个人 同时又申报 竞选的账 同时又是你众旺的人 那你现在众旺的钱 真的有给他们吗 我跟你讲 众旺基金会光人士 多少钱 竟然两年报了快一千万 我就问这三个人 再讲一次的名字 文轩是不是 林轩 余文跟佑翰 这三个人你有办法领到 两年领到一千万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竞选 就是竞选 你报给监察院的人 郑佑翰 林轩 戴宇文 你看他们多少 才五万七 五万跟七万 这三个当时加起来 才多少 也才二十几万 你说众旺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 两年的时间报了一千 一年报了五百万 是 五百万 结果这三个人的待遇 而且这三个人的钱 是谁出的 竞选出的 有趣了 如果说你是竞选出的钱 那你现在这个禁总的人 为什么要去帮众旺做事 那如果真的是禁总的人 去帮众旺做事 那我问 那你众旺 报了那么多的人事费 你报给谁领啊 你看他报了多少钱 一个是2023年 报了四千 四百七十几万 2024年报了多少 2024年竟然报了 大概五百多万 2023年报了 四百三十万 九千多 2024年报了 五百二十八万 然后呢 他还写哦 2024年 他是怎么报的 他说 哎呀 十二个月的薪资 总共大概是三百万 每个月约二十五万 还有奖金五十万哦 然后呢 劳健保 怎么还不让他弄起来 还有租金支出 别列十二个月 六十万 那我现在想请问一下 租金六十万 还记不记得 当时谁去帮那个开门的 许甫 许甫 他那时候就是 检掉在进行搜索 那个禁总的时候 他拿了个 A2的办公室 你就看到 他里面其实就包括禁总 包括那个 众旺基金会 对 这样子的一个 他们是跟人家 分那个区域的 要谋 A2是众旺基 B2是什么 你跟我 网路上报说 这个众旺的每个月 租金五万 五万 五万不是一成龙 五万还跟人家分一点点 但这样子 钱到底去哪里 所以现在会发现说 好奇怪哦 同一组人 这边有领薪资 这边有他的名字 这个人是领两份薪资吗 这两 这三个人 是领两份薪资吗 还是从头到尾 都是领进总的钱 但是他做众旺的事 可是 你众旺还报了 这笔人事支出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就问 这个430几万 500多万 加起来 全部两年的这个 大概1000万的 这个相关的 去哪里了 这是所有 两年2700万 众旺基金会里面的收入里面 光是养人 养了1000万 结果现在 感谢李文中 你发的贴文 让我们发现 哦 这三个人 竟然他的名字 出现在竞选总部的 一个人事费用名单 而且报给监察院的 所以假设他是领进总的钱 名字却出现 或者是帮众旺做事 那你众旺有没有起钱 你众旺有没有福报 那福报之后 钱去了哪里 如果光是这样 就是出现这个状况 那你 我就问你 那你其他的呢 我们说了 2023年总共收入1900万 结果呢 他支出他报1400万 今天那个众旺的 他们所发的声明稿 他们说我错误解读啊 他说啊 我们的真正的年终财报还没报上去啊 你在那边错误解读 不好意思哦 根据柯文哲 他当台北市长时 当时所公布的一个社会局的相关 财团法人基金会 管有你的相关资料 当时的柯文哲 他的社会局势规范 每一个财团法人基金会 他的比如说2023年度完整的年报 必须在2024年的5月31号编报完 请问今天几月几号911 柯文哲9月11号了 结果你的众旺基金会财报 还没有编报完 第二件事情 现在有网友提醒我 周渔休他以前管哪里 社会局 所以换句话说 台北市社会局到现在还代乎值守 你管的一个众旺基金会 到现在财报没有报 你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从头到尾 不敢去监督你的前老板 不敢去监督你的前市长 所以导致这样是被一个我踢爆 然后现在还说是我错误解读 请众旺基金会 还有李文中 还有其他拿张不负责 负责不拿张那些人 全部出面说清楚 其实我今天很惊讶是 众旺基金会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丢了一个声明稿 而且昨天那个是被汇征一枪毙命 我根本就是用你的资料 去做这个解读 就你居然跟我讲说 没有啦 我这个上面只是一个财务预算表 然后你不要错误解读 还有我现在要开董事会 董事会了以后 我会有新的财务报表 那新的财务表表 跟你原来预算表会不一样吗 更夸张刚刚讲到的 这个东西已经非常清楚的 原来你的洗钱中心 不但是只有book 包括你的新故乡 包括你的众旺 所有被你碰到的 都有洗钱的嫌疑 所以柯文哲过去说什么 政治人物最爱成立基金会 因为这基金会都是用来洗钱的 所以我没有 他讲过 对 然后比如说也没有协会 也没有公司 所以我也是一个干净的政治人物 结果呢 他当了八年市长 在他最后一任的时候 成立了木可 成立了众旺 成立了新故乡 智库 都是第二任 你知道吗 柯文哲现在就有三个魔戒 他是三个魔戒戴上手 其中木可就是重中之重 因为包含众旺基金会 包含这个新故乡智库协会 这两个他都需要向社会局去申报 但唯一一个不用的就是木可 所以昨天惠甄姐 踢爆这个众旺基金会的财报的事情 我是不晓得这个众旺基金会 今天的声明稿是谁帮他扒的 反正他们扒的意思就是说 我都不知道 指出的这个姚惠甄自己在做梦 所以惠甄姐今天踢爆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重中之重 而且他看到的东西跟我那时候 在看他们这个政治现金专户的时候 我就已经看到众旺基金会的这个账 而且这个账呢 他说今年放在网路上面 2024年的是预算 但2023年的是已经是决算了 所以你怎么可以说 对喔 是啊 你报的2024年的预算表放在上面 对比的就是2023年的决算嘛 所以你根本没有搞清楚状况 他那一年募款了1900万 然后支出这么的多 然后到底支出到哪里去 而且完全没有账 是 而且我告诉你 他最重要的重点是说 他在2022年成立了众旺基金会 对不对 隔一年2023年就有1900万的募款 对 怎么那么厉害 现任市长之后就有这么多的捐款进来 对 那这一些的捐款到底是不是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神斗论工刑场的金额 对 不能进去到这个其他的账户 我就进来到众旺基金会 那如果是的话 那到底有没有取货会选 这样子算不算是这个所谓的利用职务受惠罪 因为他是进到柯文哲的这个基金会里面去 所以我觉得这当然是值得再去问的 因为我们再补充一下就是 11月1号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个小省1500万 1500万以后 11月2号众旺就成立了 而且众旺成立以后 你马上就有1000万的资本额 代表有人就把1000万给存进来了 而且当年那11月 11月到了12月其实只有两个月 你在这个时候就募了1900万 是 然后所以你那个时间点就是 就是都这么巧嘛 都这么刚刚好嘛 要是黄国昌来讲 这个故事一定讲得非常精彩 我就比较寒斑就没什么可以说 但是我也可以说 这就是让人家很迟疑嘛 可是今天基金会的说明是什么 是说明 那个民众党说基金会要自己说明 尤其是陈志涵说的 但我要讲一件事情 陈志涵你知不知道基金会是柯文哲 说要成立的 对 而柯文哲成立那些 那个时间点是什么 柯文哲是市长 你是市政顾问兼发言人 你现在一推二五六 说你完全不知道 可以被接受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刚刚会贞姐有讲啊 今年8月30号 柯文哲被搜索的时候 那个台坡大楼有没有被搜索 有被搜索 台坡大楼被搜索的时候 谁去帮忙开门 许府 许府去开门 请问许府是谁 许府是民众党的党工吧 请问他为什么 有众望基金会的钥匙 你是他的枕边人 你们每天晚上睡在一起吧 你不知道他有众望基金会的钥匙吗 你这样说得过去吗 所以我觉得他们 竟然用一推二五六的方式 来回答大家 但我觉得这里面 是不是经不起考验 当然经不起考验啊 我再回想一下 之前木可是不是就有很多员工 对不对 我们所知道的包含 也被被告的 木可被告的那个什么何爱婷 还有包含之前有一个去跟那个 谈合约的一个工作同仁 他们两个的薪水都报在哪里 进种 都报在进种啊 所以基金会的钱 是不是有很多也都报在进种 然后基金会的很多的支出 是不是流向也都是木可 我觉得这才是最需要被追踪 而且我觉得民众党绝对不可以说 那是基金会的事情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说不过 而且柯文哲也讲过 我们就是好多个单位 同样都是一批人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柯文哲讲的嘛 好 伟安 你现在如果再去看到 柯文哲当时讲的话 不是非常讽刺吗 他在接受电视明日堂的时候 才讲说 他最引以为傲的是 我不设基金会 如果我设了 就会有人来捐钱 接下来公正职责会很难 不过当时柯文哲就透露说 自己很想做 但是他说 那就像魔戒一样 戴上去就拿不掉 这个太讽刺了吧 柯文哲现在又遇到了所有问题 第一个都是在第二任 第二个就是他曾经说过 他不要做的坚持 就全部都做了 你现在讲的 这是去上一些 什么台湾民连连堂 或是怎么样 法杰哥我举一个例子 最多人看的是什么 是一日幕僚系列 那个点月破千万的 他跟台资源讲 那是什么时候 就是小牛黄敬盈 跟那个大雄那个时候 2018年选连任的时候 他拍那个影片 他跟台资源讲什么 因为那个算是综艺节目 所以看的人多 他说我没有政党 没有财团 没有基金会 也没有开公司 家里也不是很有钱 他现在问题 他都有了 对 现在就看起来 他为什么现在目前 遇到这么多麻烦 我不知道啦 因为中华民国无罪推定嘛 很麻烦 因为后面还有四个案子 光是金华城就很麻烦 就是因为他现在有政党 然后呢 他跟财团 至少去唱歌 然后呢 他有基金会 而且还有两个 然后也开了木可公司 然后现在家里面 也比较有钱了 所以他就是 跟他过去所讲的事情 他都不上了 第二个 他刚进入政坛的时候 当时他击败连胜文的时候 大家觉得 第一个是民进党帮他 第二个他是素人从政 第三个那时候 他帮阿扁 前总统 他说我是墨绿 然后呢 他又支持怎么样等等的 台大的医师 然后对照说 直接就没有选过议员跟立委 就要选市长的联盛文 可是他那时候 确实很多人很喜欢他 飞观蓝绿 就说这个人讲话 很实在 他说呢 我关闭 竞选的账户 现在目前 我们都在谈进华城 观众朋友 我们真的这样下去 要谈半年了 可能还不止 因为政治献金案 李文仲已经转被告 而且是200%交保了 你的政治献金案 里面的内容 把这个我就这样讲嘛 他选2014 跟选2018的时候 他是要告诉 所有的台北市民 我不但提前关闭账户 我还要告诉你 所有的每一笔钱 捐过来多少钱 然后我花多少钱 是在投票前 就已经上网公告 那这一次总统大选 有没有上网公告 没有 这次没有 这次总统大选 没有上网公告 只有出现这么多的问题 所以他以前讲说 魔戒 钱就是魔戒 戴上去就拿不下来 那他明明就知道 那我两个礼拜前 遇到吕副总统 他还讲了一个非常 让我也觉得 他说当时就是他利剑 应该有这些医医师 陈昭斯 柯文哲 去看一下前总统 因为他是他的副总统 阿比要看一下 辛苦了 所以医疗小组 是他争取的 然后他说 既然他都看过 陈瑞典前总统 从八年从头到后来 遇到这个问题 他亲眼所见 他怎么完全没有避开 走上同一条路 那那个时候 还没有被羁押 的时候吕学人就这样讲了 所以事故看起来就是 柯文哲他原本有警觉的 不要戴上魔戒 不要开公司 不要有财团 不要有基金会 所以这件事情 他自己明明都知道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后来到了第二任 当市长的时候 或他身边 换了一批人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了 所以他现在才会惹上 这么多的麻烦